好 各位同学 刚才呢 咱们做的是机偶数的加法 下面咱们就会到第二个快速宽大环节 当然做的就是机偶数的减法了 好 同样 第一组 88.64 哦 算了 88.24 好吧 太丢人了 当然要去 你把答案说出来了 好吧 真丢人了 答案应该是64 嗯 太丢了 没关系 下一个 642.48 嗯 十四 好的 答案应该是十四 OK 那同样的我们会发现 这里面偶数减的是偶数 最后的结果呢 还是偶数 发现结果还是偶数 好 来继续往下 下一组 35-21 14 再3-27 6 OK 发现这个时候呢 是什么数减什么数了呢 数减基数 但结果是 偶数 非常好 哎 感觉好像跟加法很像啊 是啊 就如果你两个都是基数 或者两个都是偶数 结果就一定都是偶数 那是不是基数和偶数做一击一友 做减法 是不是答案有可能会是基数了呢 来 咱们来减出了一下 对不对 51-28 已经减有了 嗯 23 23 呦 结果是个 基数 下一组 97-46 太大了 51 这还好吧 答案应该是51 发现基数减偶数 结果就变成了 基数 基数了 哎呀 这比真甜今天 来 接着下一组 偶数减基数看看 是不是答案还会是基数呢 48-25 23 OK 74-27呢 嗯 47 OK 答案应该是47 当然如果觉得算起来 有点困难的同学 可以不妨自己动笔 口 不是 口算 动笔数字算一下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发现 如果是偶数减基数 结果是 基数 好了 那各位同学 同样 四组算式 我们总结出了 我们的基偶数 在做减法应算的时候 就需要同学们 遵循的一些相关的性质了 怎么样 各位同学 这个能明白了吗 嗯 好了 各位同学 加油 坚持住 下面是我们的最后一组运算了 那当然就是基偶数的 成法应算了 看看是不是也会有 基数乘基数 等于偶数 这个偶数乘偶数 等于这个偶数 然后基数乘偶数 会等于基数 是不是跟加减法一样的呢 那这个好吧 猜测呢 一般来讲的话 都不一定很靠谱 对吧 最靠谱的应该就是什么 动手算一算 试一试 对不对 所以接下来咱们来看 第一组 8乘6 48 这个太简单了 对吧 好 所以来一个 测试你的 来12乘14 我算一下 好 这个可能 相信对我们来讲 我们是要动笔数式 来计算一下了 168 OK 加加同学算得不错吧 答案是168 好 那我们发现 偶数乘偶数 最后的结果 还是偶数 还是偶数 这个感觉好像 跟我们那个偶数 加偶数 偶数 前偶数 很像啊 那是不是到基础呢 也是一样的呢 先不着急 咱们再往下来 来 5乘8 40 OK 这个太简单了 37乘6呢 对对 稍微总比三一下了 对吧 大家发现 都是一个简单一点 一个稍微难一点 对吧 222 222 OK 这个结果是222 我们发现这个时候 是一个基数 乘一个偶数 但是你发现 最后乘完的结果是 偶数了 好 哎呀 感觉好像不同了 对不对 来 再下一组 16乘5 80 好的 52乘7 364 OK 那发现 是一个偶数 乘一个基数 最后的结果又是 偶数 厉害呀 来 最后一组 基数乘基数 是不是还会是偶数呢 懂你算一算 55乘7 我算算 385 好的 385 哎呀 好吧 终于不是偶数了 31乘9呢 279 OK 好 那我们发现 如果是基数乘基数的话 最后的结果就是 基数了 好 那也就是我们发现 你看在做基偶数乘法的时候 偶数乘偶数 基数乘偶数 或者偶数乘基数 结果都是偶数 只有当你都是基数 在做惩罚的时候 最后的结果才是基数 那么通过理 我们发现 偶数是不是非常的强大呀 对不对 换句话说 在惩罚里面 偶数可是非常厉害的哦 有一个偶数 你会发现 最后的成绩 一定就会是偶数了 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永者不太好的比喻 就是一颗老鼠屎 坏了一锅汤对吧 好吧 总言就是他一个在 那OK 最后的结果 就只能跟着他走了 你想要再变成别的结果 有没有可能了呢 就没有可能了 对不对 好了 可以重新 那前面呢 咱们给出了三大组例子 我们分别来计算了 基数偶数的加法 减法 还有乘法 它们对应的结果 好 最后 我们把这个简单的汇总一下 就成为了我们今天 最重要的一个内容 就是基数偶数的运算性质 那么在加法里面的话 基数加基数 基数加偶数 或者偶数加基数 那么以及偶数加偶数的结果是什么 我们要知道 同样在减法里面 基数减基数 偶数减基数 基数减偶数 或者偶数减偶数是什么 也要知道 最后在乘法里面 基数乘基数 基数乘偶数 它们应该等于什么 这些也对需要同学们 要能够熟练的掌握住 OK 给同学 希望同学们能够把 这一天的运算结果是什么 一定要牢牢的记住 当然在记的时候 不要去使劲背下来 你只要通过一些例子 知道这些算完的结果 是基数偶数就可以 当然了 结果就透露一个小诀窍 如果实在是忘记的话 很简单 你就用0和1 来做加减乘的运算 你就知道 最后的结果 应该是基数 还是偶数了 派 速加减乘